宋慧桥、宋忠基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是爱情童话 分开后却成了娱乐圈的真实写照 两情相悦的人一直走到了相看两眼的地步 只能说两个人却有缘无分 即使有很多粉丝在刻他们的CP 但是两个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从此再无瓜葛和交集 一韩剧《太阳的后裔相遇》 前缘的宋忠基、宋慧桥 两人在2017年结婚 两年后竟突然宣布离婚 震惊各界 这后双方也专注于演艺事业上 宋慧桥去年底更参加了 网非兼职的韩剧《The Glory》拍摄 经过八个月终于在日前迎来杀青 结束新剧拍摄后 他在近日晒出自拍影片 看上去气色不错 不过NC合影的陌生男子也掀起万劫关注 宋慧桥21日在现实动态上晒出聚会照 难得获得休假的他带着爱犬去参加朋友聚会 所以他也po出一段影片 只见宋慧桥扎起简单的马尾 脸上似乎没有任何妆容 但肌肤状态却好到发亮 活润的唇色也凸显出了好气质 不过这个小影还有另个亮点 就是宋慧桥身旁出现一名陌生男子 两人互动相当自然 对着劲摆出各种首饰还不断独自微笑 该男子还伸手做事要抓住宋慧桥的脸 亲密互动也让人心生好奇两人的关系 但其实离婚三年以来 关于宋慧桥再婚绯闻却一直没有断过 19年举办了离婚时 宋慧桥接受采访透露 我需要给自己留些时间 于是乎这个姐姐在漫天舆论中就去休假了 而也会出来做运动 上一波存在感赚一点小钱 这和他所说的下半年不会接信息 但有可能会接一些活动的言乐契合 对于工作计划 宋慧桥也是走佛系路线 他带着偶像剧女主的光环选择作品 给出了命中注定的金举 看起来似乎一点都不会未来的生计发愁 宋慧桥的淡定手底气的 他在中国的人气和口碑 唯不输给国内的一线女演员 同时也是各种品牌的做上宾 早在7月6日时 他就在中国的某个化妆品品牌活动上亮相了 初期活动当天 宋慧桥身着一袭 清新白裙 面露微笑 状态看起来很靠 之后 宋慧桥方面还特意收拾了 针对双送离婚发布博评的网友 无事宜申请 8月份宋慧桥穿着 吊带背心 戴雨腹帽走在法国街头 被网友偶遇 笑颜如花 她心情几家 1.2名受到离婚的影响 没有宋慧桥相伴 她似乎玩得更加进行 恢复单身后 一直以青春形象 试人的宋慧桥画风突变 她在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数张写真 画着烟熏妆 造型美艳多变 10月中旬 宋慧桥离婚后 首次在喊亮相 深情比前段时间升了不少 曲线和曼林少女相比 完全不舒振 调整状态之前 她以王者姿态回归 事业的回温 当然没有牺牲感情上的得意 10月22日 宋慧桥生日凌晨 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庆生的照片 其中一张 她依靠在男性友人 怀中的合照 格外引人注目 照片中的宋慧桥 手捧浅白色香花 微堵着存 整个后背 剪贴着等位 男性友人的右肩膀 两个人头按着头 看起来十分的亲密 我要纷纷好奇 这位男性友人的真实身份 毕竟这可是宋慧桥 和宋忠基离婚之后 第一个度过的生日 这位男性友人 此时和宋慧桥 一起庆生之深夜 关系肯定非同一般 不得不说 宋慧桥的男人 原始真的很好 但仅在双宋夫妇 离婚的前后 宋慧桥就与好一名 男性友人 已起过风波 在宋慧桥生日的前一天 演员刘亚人 特意带着自家的宠物 在一家餐厅 提前为宋慧桥庆生 11月20日 当天晚上 宋慧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 与刘亚人的合照 照片中的两人 紧紧靠在一起 玩如一对扬眼的情侣 多年来 两人交往的传闻 一直不少 但是粉丝都很清楚 他们可是娱乐圈里 不可夺得的好姐弟 这两位不仅会在 个人社交平台 发布彼此的照片 就连宋慧桥和宋慧桥 几人的电视剧 《太阳的后衣》里 刘亚人都有为 宋慧桥友情出镜 可见 宋慧桥和刘亚人的 姐弟情义之深厚 在宋慧桥还未离婚之时 也和一位男同事 传出过绯闻 彼时 宋慧桥和宋忠基 还未离婚 宋慧桥就曾在 社交平台上 发布过一张 和一名神秘男子的合照 配文 Working with Yousuk 可见 该男子应该是 和宋慧桥一起工作 的工作人员 当时就有悉心的网友发现 在那张宋慧桥 折嘴笑的照片里 宋慧桥并没有戴上混件 一时间 宋慧桥和宋忠基 浑编的传闻 甚嚣尘上 果然没过几个月 宋忠基就宣布了 和宋慧桥离婚的消息 如今 宋慧桥和宋忠基 已经离婚5月 相比宋慧桥的桃花不断 离婚后的宋忠基 就显得低调许多 唯一一次废话 还是在离婚之际 有人造谣宋忠基 和宋慧桥离婚的内幕 宋忠基出轨了 宋慧桥的造型师 不过此时 还是由宋慧桥 请此下场 为他批了谣 因为在11月22日 宋慧桥生日当天 这位造型师 在个人社交网站上 发布了一张 宋慧桥的可爱童年照 配文 我非常爱你 为庆祝他生日 宋慧桥更是第一时间 回复了爱心表情 丽政两人关系要好 因此破了之前 宋忠基出轨的谣言 而此次 宋慧桥晒出的合照 我们也有迹可寻 画面中 这名男子是知名造型师 周亨善 据悉他和宋慧桥 已经认识十多年 还累积不少同框照片 除此之外 也能从周亨善的 社群平台中得知 他曾与不少 大咖明星合作过 并且与宋忠基 也算是熟识 像是美国约谈天后 凯蒂佩瑞 漫威电影 远航族女主角陈静 游游戏正好言 超强经历 令人惊艳 如今看来 双宋离婚世界后 宋忠基和宋慧桥的事业 似乎并没有因 离婚风波受到太多影响 去与阿斯达年代季 和电影胜利后 并且都担任了男主 而宋慧桥 一直颇受广告商的青睐 资源不将反生 矛盾的行程 让他更乐于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缓解压力 要说曾经的双宋夫妇 两不相干 再无关联 如今的今年 4月底 连人还传出了 复合的绯闻 事情的起因是 有网友在韩国 或宋忠基夫妻允许后 参观了南米星 宋忠基小时候的家 家里摆放了 许多宋忠基的东西 比如他最喜欢的玩具 最喜欢看的书 甚至包括 与宋慧桥的往事 而且这张照片 或是海报 非常显眼 很多网友都在猜测 他们是不是 有复婚的可能 我们不知道 宋慧桥的择偶观 有没有改变 但他屡待小贤肉 却一直没有变过 不过遗憾的是 离婚三年 他再也捧不红小贤肉了 不管是现在 正在粉手中的张晶翁 还是现在合作的李道县 首次尝试 这幅黑女主角的剧本 也没有带来什么火花 甚至很多人开始怀念 起他以前拍过的 少女新韩剧 浪漫满屋 太阳的后裔 哪一步不是曾经的顶流 虽然我们希望看到 39岁的宋慧桥 在角色上做出改变 但是韩国又有能几个 像孙云珍那样 颜值高的举袍脸女神 之前宋慧桥 摄影的少女新韩剧 让不少观众 看别人甜甜的恋爱 一难评的CP粉们 哭得死去活来 往往的给演人 带来更高的名气 韩剧让爱情里的 所有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曾经的我们看韩剧 为爱情披上一层 朦胧的期待 现在的我们 在尝到爱情的苦衷后 也能靠着这点甜 回味至今 或许少女终将老去 但是少女心永远不会 14岁 24岁 34岁 无论几岁 我们还是会为 理想中的爱情 悄悄在心里 绽放一朵烟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